来 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下小迪老师的机械师 遇到的是目前国服S1的封眼 职业四黑打封眼 我们刚看完一把水渊的封眼 那个手术真的是惊人 现在看一下目前S1的封眼 主要我们镜头看小迪老师 小迪老师这边怎么应对 娃是没放的 娃的话留着可以扛刀可以封墙 打封眼看下来这些职业选手都是选择留娃的 你娃放在外面更多的是会在一些空挡时期被封眼偷袭然后滑掉 那这把我觉得封眼前期的一个节奏不是特别好 因为他最想抓的人机械师离他比较远 这边起追猎 追看看 清河 一刀 哎呦我去 一个蓄力刀取消插刀 我感觉这把悬了呀 飞轮漂亮 再追回头砸板 哦呦 操作还是很顶啊 嗯不过封眼这边闪现好了 你那个飞轮也已经交掉了 磁铁呢就剩最后一块了 我这边跟上来 闪现一刀带你走 其实节奏还不错啊 当然因为他抓的是勘探员呢 勘探员这边待会有飞轮有磁铁的 是有二六牵制起来的可能性 因为你这波有有闪现嘛 那我可能避免不了要倒地 但后面你如果没闪现 那就不好说了啊 闪现一刀可以 外面的话机械师的娃娃是放出来了 小迪老师这台机子已经快修完了 机子的总量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机子总量加起来不少了 机子总量加起来已经两台败都多了 2.7了 傭兵这边的话怎么救人 这个救人很关键啊 傭兵如果说这边来救人晚一点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救不下来的情况 暂停波移我去救人 拦住 但是桥上面的这个墙呢 削的比较快啊 所以这边我们看封眼能量剩多少 还剩一次 还剩一次 那边的话是机械师 小迪老师机械师带了个搏命 我都没有看到小迪老师来救人了 我还在想这游逼人救不下来了 没想到 小迪老师这波将人救了 这边还要操作控制台 那边是小迪老师以血肉之躯为这边勘探员开出了一条路 勘探员这边一块磁铁交掉手里面的飞轮 CD应该还没好 但是他应该能再续出一块磁铁 这边囚徒甚至还想帮忙交手电 不是囚徒 这是佣兵 那佣兵是想帮忙扛刀吗 确保这个勘探员能够拉开 叙述这块磁铁能够拉开 一个护币 走 洗手 板子不下 佣兵来下板子 因为刚才这波救人救下来 且这边勘探员溜起来 那么局势已经完全的偏向于囚徒 大家可以看到剩余的密码机 因为封眼这个时候要封机子 他最难办的是什么 外面有个囚徒 囚徒是远程可以去通过电来 这个线圈来进行传输的 他差没多少机子 封眼是封不住的 正常我们看一看到 就譬如你这边再次接到 看来挂上以后 你把密码机封死 囚徒这边就修不了这袋机子 但是有有囚徒的存在 就不好说 这边打一刀 打中傭兵 这边的勘探员可以再拉更远的距离 私人开门站应该是敲定了 这个私人开门站 勘探员有飞轮有磁铁 机械师的话不知道 待会会不会去再翻个箱子 囚徒的话估计还有手电 密码机这边差的不会多的 这个密码机拦不住了 起超频 但是露了个小缝 勘探员这边能不能滑倒 最后一滑 没滑中 滑倒了其实也无所谓 囚徒这边机子压好了 来救拨人也可以接受的 这里再起播超频 继续找开探员 开探员这边 刚才以为他溜了个小缝 要溜出去呢 娃娃这边机子点掉 囚徒这边消耗完能量 他们甚至可以在开门站 为开门站做准备了 把两边的能量都消耗殆尽 这边应该是秒救吧 哪一刀救下来 这个墙没封死 活命套上 密码机点亮 虽然说佣兵是半血 但是封眼这边也没有挽留 打一刀他还能跳 护臂跳很远 小迪老师这边点门 那边囚徒也在点门 闪现过来 先打一刀佣兵 佣兵这边想走 机械师门开了的话 能帮忙扛刀 佣兵一个护臂跳 拦不住啊 就看直接投降了